我很nice的 放心 哈哈哈哈 什麼叫地獄的 你死定了 其實最悲傷的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唱歌在很多情況下 不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歡迎收看EG大國仔 Hello 我是EG 一直以來拍了不少的系列 走遊戲片 改歌詞 吃野片 生活VLOG 全部都是玩玩玩玩玩 大國仔了 今次這個系列是認真的 認真覺得YouTube很難做 可能要轉行 所以決定拍這個新系列 這行進不進 每個月都會帶來不同行業的嘉賓 濕跳問題 去告訴你這行其實是怎樣的 其實都是拍給自己看的 喜歡的觀眾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甚至加入會員 因為還有其他系列看的 今集要講的行業就是 職業歌手 新系列的頭炮非常有限 今天請我Gene上來 幫大家解答一下職業歌手的問題 Hello EG Hello大家好 上次是看你的YouTube頻道 印象深刻是看了 打斷小事不同的Key的版本 你跟我跟著唱 我是跟不上的 很厲害 不同的Key唱出來 但也唱得很有感覺 不是所有歌手都做得到 雖然影片已經爆了 現在已經二十多萬了 但是 若然還有人還沒看 那一塊都要看一下 這是一個表演 馬上問了 第一條問題 唱歌唱得好聽的人 和一個職業的歌手 它的分別在哪裡 哦 是有很大的不同 譬如說 去唱K 有一個朋友可能說唱得不錯 不如做歌手吧 但是呢 其實做歌手是必須有一定的創作力的 譬如說我去錄一首新歌 沒有記憶的情況 要自己去想 我要怎樣去唱這首歌 通常那個Demo 有時候是一個人的 啦啦啦啦啦 不是人唱的 就是彈出來的 歌手就要想 這首歌 這個感覺 那我找誰填詞呢 這樣我找了填詞人 然後你就要想 怎樣去表達這首歌 所以是歌手去找填詞人的 通常 我就是啦 姜林樂聽不聽到 幫幫姜林樂說 你喜歡哪一類型的 什麼表達的歌詞 我喜歡令人去思考的歌詞 就是很有想像空間的歌詞 聽到了 很緊張 我看看聽到的問題 我很nice的 放心 哈哈哈哈 我直接說這個 我直接問了 你覺得不具備什麼 就不要打算入行 有很多很多 先天如果五音不全 那我就覺得難一點 有沒有得練 有沒有見過 真的有些人是 本身五音不全 但是會真的很努力 很努力 跟著傳了 其實我覺得有點難的 因為就算本身的TALENT很厲害 後天都要有很多的努力 配合很多不同的條件 才會成功 那後天的條件 我就覺得 要捱得了 哪方面 精神上 體力上 所有 所有上 精神 心理 體力 錢包上 是 都要 都要 哈哈哈 我很久以前 有去interview 比賽 啊 你也喜歡唱歌 我喜歡 但是就 不 不厲害 就是全民造星 波仔 Corton 在interview的時候 都有 他有跟我說 拍這個節目 大概有半年 你都應該沒什麼 做到東西 你又沒什麼收入 這就有錢頂的 這樣跟我說 沒錯 我跟他說 未必 接著我入不到了 但是你現在做得很好 謝謝 你做得很好 謝謝 但是銀包是頂不了的 作為歌手 唱功重要還是人物重要 嘿 好適問問題 哈哈哈 我覺得 兩件事都重要 尤其是在不同的階段 很初的時候 我就是 覺得唱功是everything 就是哇 努力做好自己的事 就夠了 但是這件事 你可能去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就會發現 不夠了 就是一個新人 大家可能一來 就是看你的實力 或者有沒有特色 可能過了一段時間 就悶了 那你除了這個 還有什麼呢 是不是 那你就要有其他的東西 去幫你 去再去走這條路 其實人物 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有不同的人可以幫到你 不同的東西 繼續去維持那條路 我覺得兩件事都重要 身為歌手 你覺得 你有沒有遇過 最難處理的情況 我是一個處女座 完美主義 我對於自己的歌藝 我自己的尊嚴 是很執著的 歌唱以外的東西 我是比較弱的 剛才你也問人物 就是怎樣去應酬 認識多些朋友 因為我仍然努力當中 因為本身性格是比較 可能是來向一點 By the way 如果第一天 做一個什麼人格測試 你有沒有做 我有 我是ENMP 你E我是I 你明白嗎 所以我要有更加努力 去認識新朋友 認識 但其實我也是 我要喝醉才是I 不是 我喝醉才是E 是啊 我平時都是I 是啊 這樣的 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 說笑的 我是的 我是要喝酒 就是喝酒就變成另一個人 會變成多 會好很多 但沒有喝酒 我為人很自然 正常的 很多人有些說話不敢說 但是喝了酒就敢說 回到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是喊 會有點難 因為唱歌我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我是可以掌握 每一次怎樣去做好 每一個Live 我怎樣練好 但是 這件事之外的東西 譬如要炒氣氛 譬如在台上 有些人很聰明 那些Band Focal 一來就學不完 或者很會說笑 很會搞氣氛 那我就要去練習 或者要再加努力 我覺得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是都比較難的 對我來說 但是我會 take the challenge 去學 加油加油 這個我都很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去喝一小杯 那個人 真的嗎 不是啊 我的臉會馬上紅了 不要緊 然後你那個E就出來了 男輕度的情況有沒有試過 在事件上有沒有 我之前試過一個 那場是一場直播 是開關的 這件事是好不好 你知道什麼叫地獄梗嗎 地獄梗 就是死梗 不是不是不是 地獄梗是什麼 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是涉及到一些 種族的問題 又或者是一些殘疾的問題 有些人會弄一些MEMES圖出來 就是你不應該笑這件事 但是你就是不忍不住想笑 那些就是地獄梗 那我有一次就是直播 有觀眾會打過來跟我說話 整晚都很好普通 然後突然之間 有一個觀眾一打過來 那他應該是說話 是有一點點 語障 有語障 有時候會有口吃的情況 那我一開始聽的時候 其實我也很鎮定 因為我需要努力聽他說什麼 說說一下突然之間 他走音 然後你就笑了 因為對於說話的走音 我是沒有抵抗力的 然後直播的鏡頭就拍著我 我那時候戴著電影帽 我拍著我 我的心是很難受的 我是知道不應該笑 亦都feel bad 但是那一下 我是忍不住笑了一下之後 我餘下的笑 就是笑自己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笑 嗯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 我遇過最難做的事情 因為平時的地獄梗 我是會忍不住笑的 對 但是很厲害 哦 今天學到一個新的Term OK 多謝你 我的話 嗯 嗯 嗯 好難handle 沒有啊 都可以嗎 是 沒有 其實ID也有的 16ID 我可以教你了 我覺得自己很有用 16ID 真的有一些宣傳的口號 大家記得9月29號就看什麼什麼 噢 跟著呢 跟著呢 有時是三葉子 噢 有時呢 你知藝術呢 一有妝頭呢 就會突然間很多事情做的 哎 有妝頭啊 那天 有什麼ID 拍 有什麼做 就要突然間呢 有時是很last minute 就會拿三葉子 我試過十一疊 有一次是不是 有一次 我真的 因為我正在拍MV 我正在拍DumbDumb的MV 已經很緊張 滴了汗 然後又要跳舞 已經是精神和體力的挑戰 跟著呢 一break 你不要以為真的有break 同時就會拿 差不多這麼厚 我是 哇你拍什麼 真的有中文 有普通話 有廣東話 哇 幸好沒有英文 因為沒有英文的 跟著就有不同的電視台 不同的電台 不同地方的電台 不同地方的電線台 然後就要 在那裡 在那裡 他們聽到是思義稿 是的 但是要背的 你有點要背的 不是說要背100% 但是因為我們的眼線 不想是 好像很忙的 張紙 盡量都想跟鏡頭說話 那就是要扮自然 但是其實要在夾緊 狀態好就OK 你集中到 但是 譬如你很熱的時候 或者很餓 或者很累 腦子已經弄不到 但是你還有承扎紙 等你去錄 那這些有時候也很難的 但是都是 部分我做歌手的工作 剛才那個不具備什麼 就不要入行 還有兩樣 一是記性 一是視力 我剛才看到你的視力 你的視力很好啊 我發覺 絕對有幫助 那張紙這麼小 絕對有幫助 約3-4米 是完全看得到的 那做歌手之前 還有做歌手之後 有沒有什麼是 不像你想像的 媽 原來是這樣的 對 原來是這樣的 也不是這樣的 之類的東西 我入行前呢 我都是 讀音樂的 在學校 那我就一心想著 OK 我要裝備好自己 那我就做一個 很專業的歌手 那我唱歌要 好好 然後 要懂音樂 等等 那我就想著 我這樣就 I'm ready 了 Let's go 然後我入行 就會發現 其實最傷心 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 唱歌在很多情況下 不是最重要 對我來說 是很大打擊的 你覺得你自己 很努力做好那件事 可能是 我 我去到一個level 但是那種執著 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 我上次是70分 但我練到100分了 今次 但是對於 可能普通觀眾來說 都是差不多的 嗯 那你就會 原來他們 又不只是想看你唱歌有多厲害 可能是 你穿那套衣美不美 你的妝美不美 你的頭髮 你今天怎麼樣 或者你懂不懂說笑 就是類似這些東西 那就 開始就會覺得 原來 唱歌唱得好 和你真的入行做歌手 其實是兩回事 就是有很多額外的東西 對 你是整個 business 你要去想 你要看著 外面的feedback 就是你 你也覺得 你推出了這首歌 然後看 他們覺得 哦 挺好 挺適合你 那我是不是下次可以做多些 這類型的東西 或者是 哇 很不幸地 出了一首歌 大家都說 哇 不行 這樣又怎樣怎樣 或者是 做的不行 你又要馬上轉 那這些其實 除了公司 會支持之外 其實歌手 自己也要有一個 awareness 要 如何去 和公司一起做得更好 那你覺得 比重呢 要唱得 我做到的最好 還有一些額外的東西 你覺得 入了行之後 哪個比重是佔多 呃 我覺得額外的東西是多很多 做歌手之後有什麼犧牲 沒有了很多私人時間 還有你分不開工作和生活 我發現我是越來越捱的 以前我是 這些的 以前我是很外向的 我以前是打提球的 那我就很喜歡這些 哇 一起 哇 正啊 成對的 對啦 就是很喜歡這些的 做了歌手 我慢慢發現 我喜歡的東西越來越 靜 就是越來越少人 越來越 呃 是的 越來越private 就是越來越想 多一些私人時間 就是很喜歡做員工 打了 為什麼呢 是因為 平時出來 做事要見很多人 還是 本身 業內 已經都要對很多人 所以就 有 這件事都有 平時已經要見很多人 就會變成你的私人時間 很珍貴 有些壓力的就是 我很記得我入行的時候 我經理人跟我說過 你要永遠記得 你搭出這個門口 你就是一個明星 嗯 所以拜託你不要穿拖鞋 軟褲不化妝地外出 其實你想想 那個壓力是 都大 你有一個責任 一直跳都沒有人認得你 如果不是 但是呢 我也想過這個人 其實很糾結 因為你沒有人認得你 萬一有人認得你 有人認得你 然後那張照片就是災難了 然後最多人看到就是那張照片 其實會提心吊膽 還有會神經質 有些人拍我 很少外出 所以越來越挨 問完犧牲 問一下開心 有沒有什麼事是因為歌手的身份 而得到的好處 或者是好處 有的 譬如說去餐廳吃東西 老闆可能會說 李小姐 就會送一些東西給我 又不會不收錢的 但是會送一些東西 送一些甜品 那我試過 因為我8月生日 就去餐廳 餐廳的經理就看到我 你生日 然後就捧了個蛋糕出來 那是很甜蜜的 我預約的時候不知道是我 我去到他才是我 看到他們在咬耳朵 幾個人 可能 做蛋糕 可能就在圍機看看 就是生日 就做個蛋糕 可能 很甜蜜 可能去一些高級餐廳 有些房間 訂房是有面的 要面貸的 所以都不便宜 坐一下 只坐一會 坐下一點 不用收面貸的 這些都挺窩心的 開心的 你呢 你呢 你有沒有 KOL得到的都很側面 我的那些 我吃東西可能九五折 都好啊 都好 開心的 去買衣服 但是送了一頓麥 知道了 都很開心 譬如在這個圈 都有一段時間 很長的時間 有沒有看到傳聞 又或者報導出來 是跟你知道的事實 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自己這項 都好多 說來聽聽 我想知道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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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頭 我反而想知道 沒有 開名我會死 很多東西都是 有很多的娛樂效果 不會太過 上心 看的所有的新聞 我自己來說 也有很多時候 明明我的那句說話 是這樣的 是出到來 剪刀不是這樣 對 你很快就會看到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又不會刻意去 怎樣去澄清或者解釋 除了 有一些是會影響到 其他人的 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訊息 一些無雙大雅的東西 我就算了 不要緊了 如果不要脫地地垃圾 就是我喜歡脫地地垃圾 那些就是要說的 對 我覺得這個是有社會責任 所以我一定要說 我是不會丟垃圾的 就是我會站出來說 不是 就是我試過的 我試過有一次不是丟垃圾的 就說我想過要輕生 我沒想過也不會 所以我就會跟我的 粉絲說 我說這個我就要澄清 平時我就不解釋 那次是片 還是綁文字 是文字來的 整件事沒有發生過 變成都發生過 對 我不想他們覺得有這件事 還有這個報導 都衍生了很多問題 因為很多UncleUnty 就突然間見到 就Message我 你沒事吧 就會有這些影響 其實經常都會有這些 視乎什麼我才會解釋 都解釋不了那麼多 因為這幾年 香港開始都多了 Auto Tune的玩法 但是Auto Tune在香港就比較有趣 有一班人就都挺堅決反對 其實Auto Tune這件事 我已經很久了 在Production的層面來說 已經很久了 已經很久了 但是在Live上面 外國也有很多 外國也有很多 香港是 可能這幾年才開始流行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譬如說 不是每個人都是唱獎 每個人的才能都不同 可能他都是一個藝人 但他未必是一個唱歌 可能他很厲害的地方是有其他 可能他作曲很厲害 或者是他的表演很好 或者是他的概念很厲害 我覺得只要用得漂亮 用什麼工具都沒關係 Auto Tune都是一個工具 很多東西都是一個工具 我們打燈都是一個工具 難道我說不准打燈 你要用你最真實的皮膚這樣見人 我覺得你用得厲害 用得好是無所謂的 最重要的成品出來是好 你錄音的時候 會不會都有用到Auto Tune 去做一些後期 小的 坦白說 小的 我不是太需要的 反而有時 我們會特意保留一些 沒有那麼準確的 Pitching 或者有時 差很少 很少 才去到最準的 但其實普通耳制聽不出來 但專業耳制是會覺得 差一點點 我們要不要調高一點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會 不做的 因為有時你差一點點 反而更加人性化 譬如主音 跟著後面有和音 你想一下如果大家的Pitch 都是完全一樣 那件事就會搭著 所以你要有一點點 譬如這樣 我是主音他是和音 那你沒有層次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點點 那件事就會覺得很充滿 所以有時 我們不會說 去Tune得 完美的 對 會太機械 那件事 明白 這個學到的東西 可能在Mixing上面 可以試一試 再近期一些 這幾個月 就直接 AI突然之間 一出現之後 就很多犯數都行 無論做圖也好 現在只能模仿歌手的聲音 所以說 然後 有沒有擔心AI會影響你的行業 或者搶飯碗之類的 因為是這樣的 譬如我弄圖弄片 Photoshop 自己也有 這件事出現之後 其實真的有一堆畫圖的人 是要面臨失業 是真的 我自己就不擔心 唱Live他一定辦不到我 大家都喜歡聽我唱Live 我自己都喜歡唱Live 這件事我覺得是 首先已經取代不了我 譬如我開過Concert 他已經取代不了我 嗯 還有我每一次去唱 或者錄 就算是錄也好 拍一首歌 拍不同Version AcousticVersion Mud Version 我都會有些不同的 唱 我每一次都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 取代不了人的那樣東西 那個touch 就是我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演繹 今天很感謝Jean 上來解答我們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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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在訪問片裡找了你上來了 希望下次可以在遊戲片裡找到你 好啊 好啊 我喜歡玩遊戲的 那也是FOR 我們下次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怎樣? 這行進不進? 大家還對哪一個行業有興趣 在留言留言告訴我 我盡力幫你刮它出來 下集見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狂啊 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都沒有專門教剪片的技巧 有心得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八年裡的剪片經驗 全部組成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裡面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就是我EG大哥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我多年以來儲藏的 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 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 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切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拜拜